呱呱呱 早安啦早安啦 今天要來說說勒 我和鹿雖然在一起很久很久了喔 但是魚霸竟然 始終都不成鹿 對於鹿的稱呼啊 要嘛就是你的朋友 又或者是你的那個 點點點 到底是那個什麼啦 是把我的男朋友當成月經呢 總之這個故事又從何說起呢 鹿又知道未來的岳父 竟然是怎樣稱呼自己的嗎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還記得啊就在某天 我和魚霸就在客廳看一件事喔 一邊看 我還一邊默默的跟自己做好行李準備 是 是時候還要跟爸爸坦白了 他的寶貝女兒 有男朋友了 於是咧 奶奶奶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說 你懷孕了 你懷孕了 蛤 等等 到底是要懷孕什麼啦 而且不要第一個就差我懷孕好嗎 你才懷孕啦 你全家都懷孕啦 等一下你這樣不就罵到自己了嗎 蛤 就這樣 我才剛準備好行李準備喔 就莫名其妙要被自己的爸爸破防了 開玩笑的啦 幹嘛啊你叫男朋友了 點點點 欸欸 摔屁啊 讓我自己說出來啦爸爸 頓屎啊 我完全不知道我剛剛做行李準備 是在做心酸的還怎樣 就這樣過了好幾秒鐘喔 你叫男朋友了 好喔 啊咧 就這樣 什麼家庭革命啊 什麼爸爸我可是不同意之類的咧 又或者是 呵呵呵 以後我女兒就要結婚了 我就要哭到暈倒之類的劇情咧 啊就一句 吼 哇 就這樣過了好幾年 就在某天 我準備從老家回到台中的時候 雨霸啊你就突然走過來喔 妹妹拿女朋友來載你嗎 你帶這麼多東西 我朋友 我又沒有朋友 就就你交的那個男生朋友啊 點點點 爸 你在說我男朋友對不對 啊誰朋友什麼啦 正當我跟雨霸開始反駁 是男朋友啊你就承認吧 結果啊雨霸竟然蹦出來一句 結婚前都沒有男朋友 結婚後你也沒男朋友啦 老爸寫共享會 你結婚之後啊才算有另一半啊 結婚之前不管怎樣都叫朋友啦 這是什麼爸爸邏輯 就這樣啊我就跟雨霸開始 我有男朋友 我有男朋友啦 你沒有你沒有 你那個是朋友 我有男朋友 你是朋友啦 你們兩個到底在幹嘛 最後啊 只要現在喔 雨霸都稱呼入圍 你的朋友 又或者是你的那個 所以那一題啊 當我跟兩個哥哥說我有男朋友之後 大魚鱷魚啊竟然都說 哎呦很棒啊 希望他可以好好對你之類的 這時候啊 妹控哥哥不是應該說 我的妹妹不能被搶在臭男生搶走 男人沒一個好東西 這怎麼會這麼平靜 結果啊 大魚就是要默默狠淡念走到我旁邊 你們有怕你再不交男朋友 就沒有人要了 你這麼宅也根本不出門 所以有就趕快送出去啊 尤其也卡喔 以上就是雨霸的 我的女兒才沒有男朋友 現在就只是朋友而已 以及大魚要你交 我有男朋友最後的反應啦 你們呢 你們接女朋友的爸爸時 有發生過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快來說說吧 掰掰 喔對了 如到現在都不知道他未來的岳父 都稱他為 你的朋友 以及 你的那個 噢不對 他現在已經到了 早安的早安啊 今天要來說說 我竟然發現呢 我根本就不是魚霸魚媽生的小孩 那你發現什麼事情呢 就讓我們 繼續 看下去 還記得就在以前每個暑假 每個晚上啊 我都會 好熱喔 怎麼這麼熱 好熱喔 因為提起他人睡不著的我啊 就會這樣到處滾來滾去滾來滾去喔 不行 熱死了 我今天一定要叫爸爸開冷氣 於是啊 我就飛 奔到魚霸面前 爸爸爸爸 我可以開冷氣嗎 今天好熱喔 吃啥 魚霸就這樣看了我好幾秒鐘 妹妹你很熱喔 對啊 今天超熱的 一邊說 還沒用的水 我望望眼睛看下魚霸 開冷氣嗎 我看冷氣吧 拜託 你冷氣你覺得 自然就會很涼了啦 啊 聽你再亂講 妹妹你看 今天好涼喔 點點點 爸爸你都流汗了 有沒有感覺到 是涼風耶 好大的風在吹喔 爸爸這裡沒有窗戶 你看 我跟你講外面 真的是很 帥氣 啊 算了算了 不然你去抱著冰塊睡覺啊 開什麼冷氣 一定要非常貴耶 我不管我不管 爸爸我要開冷氣 給我去抱冰塊睡覺喔 其實啊 因為太熱啊 魚霸也不肯開冷氣的 我就陷入了人生這種思考 不是也是爸爸親生的嗎 我都流汗了成這樣 他竟然叫我抱著冰塊睡覺 我...到底是會抱著冰塊睡覺啦 喔...我一定是外面解難的 不行 我不能輸 媽媽媽我好熱喔 我應該是你的女兒吧 你女兒現在超級超級熱的喔 想要開冷氣 拜託 吃吧冰塊睡覺 之後我就一片哭 一片就在地板上睡著了 結果就這樣過了好幾年喔 當二與三的小孩 余爸終於當他阿公之後 某天二子女就在屁店面前跑過來跟雲霸說 阿公我很熱喔 就在這個時候我就還在心想喔 哼小孩你才太弱了 你阿公是不可能買冷氣的啦 我跟你說你去洗一洗睡吧你 結果吳霸想得不到三秒鐘喔 好啊我的寶貝水女熱熱了是不是 唉唷阿公買阿公買阿公買冷氣啊 那個客廳喔怎麼都玩遊戲喔 也很熱熱對不對 阿公再裝一台冷氣氣吹兩兩張好不好 哇 誰在冷氣氣吹兩兩什麼啦 當初只會叫我抱著冰塊睡覺 余爸跑去哪裡了哭啊 妹妹都只要說什麼很熱很熱 阿公裝好裝滿 那我想說熱到一下都流汗 你怎麼跟我說阿沒關係阿 抱著冰塊睡覺就好了 阿是在哈龍嗎 不只如此不只如此 小時候的我阿肚子餓的時候 余爸還會跟我說 阿沒關係阿妹妹你可以吃手手阿 喔手指頭吃完之後可以吃腳指頭阿 喔手指頭吃完之後可以吃腳指頭阿 點點點 吃什麼手手阿 你的良心呢 你的良心跑去哪裡了 當然是哪個爸爸會叫自己女兒 阿肚子餓就吃手手果腹的啦 結果又是過了好幾年之後的某一天 阿當小子女看著電視看一看喔 阿公阿公我想要去賣光了喔 吃什麼啊 原本在看電視的魚爸 點點點 呵呵呵呵 好啊好啊 我的小孫女想吃賣擾擾阿 阿公當然是沒問題我跟你說喔 哇 又來了又來了 當你追求吃手手的魚爸跑去哪裡了 而且當你還跟我說什麼吃麥當拿 吃漢堡就會長缺斑 吃薯條就會變來 喝可樂就會變不難易的魚爸咧 我一定是撿來的 我一定是撿來的啦 呵呵呵呵呵 隻女才是你生的對不對 是我生的啦 不要那麼認真回答 以上也就是我肯定是撿來的隻女才是青春的故事啦 你們呢 你們家也會這樣嗎 一起來去亂吧 呵呵呵呵呵 爸爸 影片看起來要先來說說 我今天感冒 所以是因為有點怪怪的 再麻煩多多體諒 乖乖 早安那早安呢 今天要來說說 在我高時期阿摩 真是補習班聽課的時候喔 前往因為魚爸像流氓的關係 導致補習班助教 竟然直接崩潰下哭的故事 總算我們想看到 爆炸魚爸究竟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竟然讓助教大哭哭了想要離職呢 就讓我們 繼續 繼續看下去 海鮮蝦老師跟我說妹子有沒有錢 誒你知道明天如果去那個 圈圈補習班聽課 就會有車馬費500塊 點 點 點 蛤真的假的 是直接給錢嗎 對啊明天放學校要不要繼續聽課 有錢誒 你現在就在當天晚上 就很開心跟魚爸跟魚爸說 喔 明天我要去讓學校附近補習班聽課 聽說只要去聽課 就會有車馬費500塊 原來終點有沒有停課是500塊錢嗎 結果來正當道革天道 好不然走到補習班 都要停課聽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 補習班會突然起來 站在一邊大空外面很委屈 把他走在我旁邊 然後再把我拉到教室外面 開始 哈 皇學 你是不是沒有跟魚爸說你要來補習班聽課 Angie 剛剛打電話來找妳 她好羞喔 好可怕喔 你爸爸該不會什麼流氓之類的吧 蛤?流氓 為什麼要講電話這麼可怕 我只是來打工的 為什麼要休活 一邊說裡面超級稍微我喜歡拿錯氣跟細鼻子 呃...現在是怎樣 只是我還一邊按摩著豬腳 然後一邊說 呃...沒事啦 我爸爸本來講下去比較大聲啊 沒事沒事沒事 姐姐你電話接我一下 我打電話跟我爸爸說一下哦 謝謝 我用的超級稍微溫柔的語氣 拿著電話然後嗶嗶嗶的打給你吧 喂 喂 好啦是我啦 欸妹妹你為什麼今天在補習班 你為什麼沒有打電話跟我說 我...我還以為 他都還沒說完 我昨天就跟你說我來教你500塊 你是忘記了是不是啦 齁...你剛好還打電話來補習班 然後剛剛那個直接電話 姐姐就被你嚇到哭了 你都已經嚇到第二個了 第二個耶 齁...氣死了 此時再電話過來 爸爸想事前出教就開始 呃...那個妹妹 其實也不是這麼嚴重 不要跟你爸爸吵架 不要跟你爸爸吵架 哦...姐姐我們沒有在吵架 我們家講電話都怎樣 放心放心 一邊說裡面露出笑容 喂 他們家好奇怪 啊...啊...我就緊張咩 我又沒有熊塔 好啦好啦 那我還給我裝到500塊 就要買東西回家吃哦 吃大便了你 吃大便了你 喂 哈哈哈哈 還沒等女爸笑完 我就立刻掛掉她的電話 喂 那姐姐電話我還你 結果當我把手機RD 給那個不喜歡姐姐的時候 手機會再次響起來 那不喜歡塑膠姐一拿起電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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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搞得跟變態一樣好嗎 呵呵 以上就是外賺500塊去上補習完 結果魚爸講話太可怕了 竟然把不懂得人也實在嚇哭的故事 你們那你們呢 你們上補習完有發生過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快來說說吧 掰掰